我的妈妈就又定了时间 大概两个月以后就坐船 跟我的爸爸回中国去 当时坐的船是当时最大的船 当时最大的船 用荷兰文的拼音 是从KJCPL这五个字变成 这个是叫做13港的轮船 你们中间有80岁以上的人 可能知道这个事情 从上海 杭州 富州 厦门 到汉头 到江港 到曼尼拉 到新加坡 到加加达 到苏拉麦亚 到这个Smarang 一直到13个港口轮转一次 大概一个多月 13个港口 下货 上人 然后回中国去 再到南洋 然后回中国去 我的妈妈就跟我的爸爸坐了13港的船 里面最大的一艘叫做Chichalengga 这一条船一万两千多顿就回中国去 我的母亲一位虽然嫁给比较老的人 到独子很有名堂的 很有事业成就的 很有才华 她心里有一点安慰 但当她上船第三天的时候 她的仆人透露一个消息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不要怪我 我怕到了中国 你发现你骂我 老是告诉你 你的先生在中国 已经有了一个 他父亲对他预备的老婆了 你的父亲已经有了一个妻子 你的父亲已经准备了他 我有一座胸 你找我的爸爸大喊 你骗我 你骗我 你中国有老婆 你还得骗这个少女吗 大喷不安 爸爸很安静地对她说 不是这样 他不是我要的 他是父亲 因为挂礼我不回家 他替我娶在哪里 我真正要的是你 是我选的是你 他无论我 他垂打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就受不焉之苦 因为他完全不是他选择 这个家庭的悲剧就开始了 还没有到中国厦门以前 我母亲说我求你一件事情 你要给我红袍 还能引我回你的家 你要给我红袋 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要引正色的太太 嫁给你 不可以欺骗我 否则我会自杀 我父亲害怕了 结果照他的要求 把最漂亮的红袍给他 红袋给他 带进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我们家里很重要的房间 楼下大厅右边的房间 是给我的妈妈住 这个大厅左边的是另外一个老婆 所以我的母亲要天天在仇地面前看来看去 这是一个情敌 这是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人 想到我丈夫的位置 我怎么过生活呢 她每天用眼泪洗脸 过一个这样痛苦的生活 我今天讲这些话 不是要你注意我的家 我是反倒要你注意上帝的工作 然后这样过日子 每一天 就骂来骂去 没有平安 没有安定 就拐天 这样过生活 那个妈妈 叫我的妈妈 是大嘴的婊子 你是一个婊子 我有了丈夫 为什么再跟你结婚呢 我的妈妈对她说 你根本不是我丈夫所喜爱的 我这么爱的是 我不是你 你不羞耻跑到这个家庭 你看这个家有平安吗 这个家会出什么人了 这样的家会出唐重荣 感到奇妙吗 所以人间的痛苦 神的恩典 还有盼望 所以你们不要绝望 上帝是奇妙的上帝 God is the God that would run this